第十六章 自然的催眠 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 十六章 题目 自然的催眠 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是出神状态 题目结束 实相背后的实质是什么?实质生活是一个幻象吗? 是否有某种明确而坚实的实相,而你自己只是其一个阴影? 你的实相是幻象的结果 如果这样说,你的意思是指,它只是你的感官显示出来的画面 那的确是如此 当然,实质上你的存在是通过感官的感知 那样说的话,肉体的生活是一种出神的生活 其注意力焦点,大半借着感官对知觉到的实相信任而集中起来 但是那个经验是实相现在所给你的影像 因此,以另一种说法,地球上的生活是实相的一个版本 却非实相的全体,而只是它的一部分 地球生活的本身是你介意感知实相的一个途径 为了要探索那个经验,你把注意力对着它 而用所有其他非实质的能力作为辅助物和附加物 你催眠神经和身体内的细胞 因为它们将照你的期待来反映 而你意识心的信念,多少为自己的所有部分遵循 一直到最小的原子与分子 你一生中的大事件,你与其他人的交往 甚至包括你体内最微小实质事件的惯性作用 都遵循着你有意识的信念 再次的,如果你患了病 也许会说,我并不想生病 如果你很穷,我并不想穷 或如果你不被爱,我并不想寂寞 但为了自己的理由 你开始相信疾病比相信健康更多 相信贫困比相信富足更多 相信寂寞比相信亲密更多 你也许由父母那儿接受到过一些这种意念 他们的影响也许还包围着你 或你也可能已改变了生命里一个特定范围的信念 但如果你利用在当下行动的力量 每一个都可以改变 我并不是说你们每个人必须或应该是健康富有而聪明的 我只是对那些觉得生活里有令他们不满的地方的人说 那么你给自己的暗示经常像信念那样的运作 而反映在你的经验里 你们有些人只是精神怠惰 而不去有意识地检查自己收到的资料 许多人惯于否定由别人而来的负面建议 反之拼命去维护正面的肯定信念 实际上这样做是因为他们完全的信服 负面信念的力量比有益的那些要强 每一个人在自己生活里都会找到惯性的思想模式 那个模式是被因之而来的行为所支持 制约的行为 借由那个模式 你又继续加强负面的看法 专注其上而排除了与之矛盾的资料 因而通过自然的催眠 把他们带入经验中 许多人认为催眠是有很大的力量 然而不论什么时候 当有另外一个人对你全身贯注的注意时 可以说你就是一个催眠师了 不论什么时候 当你自己全身贯注时 你就同时是催眠师和对象 你一直都在给自己催眠后的暗示 尤其是当你把现在的情况投射到将来时 我要你们铭记在心 事实上 这些都只是遵循着心智的自然作用 而希望你去掉把催眠当作魔法的这种念头 那么一天最多用五分钟到十分钟自然的催眠术 作为接受想要的新信念的方法 在那段时间内 尽量生动地把注意力集中在那一句话上 一再地重复它 而同时在这个时候把心念灌注其上 试着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去感觉那句话 那就是说 不要让妄念进来 但如果你的心坚持要跑来跑去 那么就把新的意向导到与你的声明同一条线上 那个重复 口念或心想是很重要的 因为它启动了生物性的模式 并且反映了那个模式 不要用力 这个练习不应该与早先所给的威力点的练习一起做 一个不应该与另一个相撞 却应该在一天不同的时候来做 然而在那个期间 切记你是把现在当作威力点而去看入新信念 并且切记这些一定会被具体化 当这个练习做完了 不要住在上面 不要再去想它 你已经用到了一种浓缩式的自然催眠术 你也许需要实验一下 为你的讯息找到适当的字眼 但你起码需要三天才能通过它的结果而知道有没有效 如果没有效的话 你也许需要换一换字眼 当你对那句话感觉对的时候 就继续用它 除此以外 你的注意力应该是完全放松的 因为这需要时间 你也许立刻体验到戏剧性的效果 即使是这样 你仍要继续地练习 必须给内在管道一个新的模式 而你对新的模式也会有一个感觉 那可以作为你自己的个人指标 不需要练习超过十分钟 事实上 很多人也会发现自己很难超过十分钟 因为花较长的时间 只会加强所设计的困难 这是此节的结束 第659节 1973年4月25日星期三晚上9点18分 自然的催眠是无意识对有意识信念的默认 在精神灌注的期间 所有的妄念都被摒弃了 然后想要的概念被植入了在正式的催眠里 然而正常的生活里也发生了同样的过程 主要灌注的区域接着就控制了你在生物与精神两方面的经验 而产生了相似的情况 让我们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用在童年时你常被灌输的一个正面信念 一个人被称赞长得很漂亮 身材比例很好 并且有一个讨人喜欢的个性 这个意念生了根 而后这个人在各方面的作为也都符合这个信念 但也有一群次要的信念环绕着这个主要的信念长了起来 这个对个人价值的信念 把对别人个人价值的信念也拉到他的身边 因为其他人给我们那个幸运朋友看他们最好的一面 而他的人生也就经常在加强这个观念 虽然他隐约觉察 有一些人比另一些人对人更和善 他主要的切身经验却容许他看到 在别人与自己身上最好的部分 这变成了他看待生活的重要角度之一 与他概念不合的资料或刺激是一个次要的问题 他知道这的确存在 虽然对他个人并不适用 但他了悟到那个问题对别人却是个事实 他并不需要证明他自己 因而比较容易公平地接受同时代的人 也许在一些区域他明白自己并不够好 却因相信自己基本的价值 所以他可以接受这些自己欠缺的部分 而不感到受威胁 他将能试着改进他的情况 而不必在同时把自己击倒 好 这么说来 就容貌而言 一样一样来比的话 他也许和那些相信自己不迷人的人差不多而已 因为对他自己漂亮的信念是这么重要 所以别人也将以同样的方式对他反应 举例来说 一个人可以有天生的美貌 但这个美却对别人或对他自己不明显 原因在于这个人不相信他具有美貌 而减损了实际五官的美 因此那美貌真的变得不可见了 那么你的信念就像催眠性的焦点 竟由你们全都沉沉于其中的正常内在自语 而经常地加强他们 这种内在自语就像一个催眠师的重复 然而在这个例子里 你是自己的催眠师 很少人只有一个主要的专注区域 通常都涉及了好几个 但这些代表了你用能量的方式 一个把他自己的价值视为当然的人 不需要再怀疑这一点 他随之而来的经验也会是自然的 在你自己人生的许多领域里 对那些满意的地方 你不需要再努力了 因为你有意识的想法与专注 带来了你喜欢的结果 只有生活中那些使你惶惑的部分 你才会突然开始怀疑发生了什么 但此地自然的催眠也同样容易 并且自然的在运作 而你有意识的念头 也自动产生实质的效果 因此在这些领域 你必须了悟到 你就是那个催眠师 无意识接受由意识新来的那些命令 在每一个人的经验里 有一些他觉得满意的领域 然而当你发现自己有不满意的地方时 就自问一下 你在那个特定经验范围里 下达的命令是什么 却说 那个结果似乎没有遵循 你有意识的愿望 但你将发现 他们的确遵循 你有意识的信念 这两者可能相当的不同 你也许渴望健康 但暗中相信你的健康不佳 你也许渴望心灵上的了解 却认为自己在心灵上是没有价值和愚钝的 你渴望一个与你现在信念相反的事 就永远有冲突 你的信念将会产生符合它特色的适当感受与想象 如果你想要健康 却不断以健康不佳这个现在信念来与之抗衡的话 那么这个信念本身就被建立起来 对抗你想要健康的渴望 而引起额外的困难 在这样的情形下 你似乎在要求那不可能的事 因为渴望和信念没有统一 却是分开的 在正式的催眠里 你与催眠师有一个协议 有这么一会儿 你愿意接受他对实相的意念 而非你自己的意念 如果他告诉你在你面前有一只粉红色的像 那你就会看见并且相信他在那 而且按照他给的暗示去行动 如果你是一个很好的对象 而你的催眠师是个很好的从业者 那么如果他告诉你你被灼伤了 那么你的皮肤可能真的会起水泡 你能够表演你原本会认为自己不可能做到的那种身体记忆 所有这些都因为你自愿把某些信念暂时放到一边 而让自己接受其他的信念 不幸的是因为暗语被认为是必要的 大家就认为意识心被催眠了 而他的活动也暂时停止了 真实的情况却恰恰相反 他是被灌注 被加强 被辩窄到一个特定的区域 而其他的刺激都被截断了 这种有意识专注的强度使得阻碍减少了 让讯息直接地达到无意识 而后被付诸实行 然而这个催眠师是重要的 在于他扮演了权威的直接代表 用你们的话来说 信念最初是由父母那收到的 如先前提过的 这个与哺乳类的经验有关 那么这个催眠师就成了父母的代替者 在治疗的案例里 一个受了惊吓的人 会因为在你们文明里的信念 使他不向自己 而向一个权威的人物求助 甚至在原始社会里 巫医和其他自然的治疗者 已然了解威力之点是在当下 便利用自然的催眠 来作为帮助其他人 集中自己能量的方法 所有的手势 舞蹈及其他过程 都是一种惊吓治疗 把对象吓出他习惯性的反应之外 因此他被迫贯注于现在这一刻 所导致的失落方向感 只是动摇了目前的信念 而把那个固定的架构移去了 然后这个催眠师 巫师或治疗师 立即把他认为对象需要的信念 嵌入 在这个范围内 将会包括那些涉及了治疗者 自己概念的附带概念团 在你们的社会里 催眠常常会涉及回溯 病人会记起并且重立过去的 一个创痛经验 这会显得是目前难题的原因 如果催眠师与对象都接受这个原因 那么在那个层面就会有进步 如果这个文化的观念 包括巫毒或巫术 那么人们就会在那个范围里 去看整个治疗的情况 而发现一个诅咒 然后用当下的威力点 医生就可以把它反转过来 然而在正式催眠范围之外 以上所说的也同样适用 以最大的了解和同情 让我说西方医学本身 以他自己的方式 是最不文明的催眠设计 受教育程度最高的西方医生 想到在一个原始乌衣的草棚里 一只鸡被牺牲了 不会感到全然的丧胆与恐慌 却会认为一个女人 把两边乳房牺牲给癌症 是十分科学而不可免的 医生根本看不出有别的法子 而不幸的是病人也一样 现在的西方医生 我们承认他是以最大的困窘 来告诉病人死期将至 而使病人觉得自己的情况是无望的 而当他读到一个使用污毒的人 把一个诅咒 视于某个无辜受害者身上时 却会以责备与强烈的赠物来反应 在你们这个时代 医学人士再度带着极大的优越感 来看原始文化 而严苛地批判那些 他们认为被污医或污毒树控制之下的村民 然而通过广告和组织告知村民 你们的医生使得你们文化里的每一个人都相信 每六个月必须做一次健康检查 不然你会得癌症 而你也必须有医药保险 因为你将会生病 因此在许多例子里 现代医生是已经忘记了他们的记忆 而能力不足的乌医 是不再相信治愈力量的催眠师 而他们的暗示带来了预先诊断出的其他疾病 你被告知去找什么症状 你就与一个小村子里的土著一样的受到诅咒 只是你失掉的是乳房 蓝尾及身体的其他部分 当然 医生遵循自己的概念 而在那个系统里 他们认为自己完全有理 而且很人道 没有一个职业比在医学界里 更直接的面对你信念受全面的冲击 他们成为你们 没有一个职业比在医学界里 更直接的面对你信念受全面的冲击 他们成为他们如此忠心赞同的信念俘虏 他们的注意力是在疾病而非健康上 换言之 医生也是他们自己信念系统的受害者 他们经常用负面暗示来包围自己 当疾病被视为一个侵入者 而毫无理由地去强加在健全的自己身上时 那么一个人就仿佛是无能的 而意识心也会被视为一个附属物 病人有时候被迫把他的器官 一个又一个奉献给他自己 以及医生的信念 幸运的是 你们有对整集数 健康食品 甚至江湖郎中等的地下信念 这些提供了一些其他的系统 在其中健康方面的问题可以被解决 至少在这种案例里 没有给有害的药 而身体的完整性没有被更进一步伤害 再次说明 整集治疗者也是一种催眠师 不幸的 他们却尝试在医学方面获得尊敬 因而强调他们工作的科学面 而对直觉的成分和自然的治愈 则轻描淡写 江湖郎中碰到的 都是那些已经没有希望的人 那些病人了悟 其他信念系统的无效和不足 而无处可去 才来找江湖郎中 有一些江湖郎中 是不谨慎与不老实的 然而他们多半拥有一种直觉性的了解 可以借着信念刹那的改变 而使病人痊愈 医学界喜欢说 这种人阻止了病人寻求适当的治疗 事实上 是这种病人已不再相信医生的信念系统 而因此不能再受医生帮助了 对一个医生而言 这些会像是全然的旁门左道 因为疾病将永远被看作身体里的 一件客观的东西 应该被客观的诊治或切除 但是一个感觉他没有心的人 无法为最熟练的心脏移至手术所救 除非那个信念先被改变 在其他方面 一个认为自己很穷的人 无论如何努力去赚钱 或者人家给了他钱 他都会把钱移失或滥用 或做错误投资 一个已把自己催眠到一种寂寞状态的人 会感觉非常的孤独 即使他被一百个朋友与赞赏者围绕 也是一样 这些在你的日常生活中 对你代表了什么意义 你有如何能利用自然的催眠去改善经验 在那些不满意的地方 你觉得自己无能为力 或者你的意志麻木 或那个情形仍在继续 纵然你以为自己的心意不是如此 然而 如果你能注意自己相当有意识的念头 你将发现 你正是贯注于如此 令你心惊的那些负面看法 你正十分有效地催眠自己 因而加强了那个情况 你可能很惊恐地说 我怎么办呢 我正把自己催眠到我的过重和寂寞 不健康情形 然而在生活的其他面 你也许把自己催眠到财富 成就 满足 而在这些地方 你并不抱怨 所涉及的问题并无两样 都是同样的原则在运作 在那些正面的生活情况里 你对你的原创力很确定 在那个地方没有怀疑 所以你的信念变成了实相 好 在那些不满意的方面 你必须了解 那里也没有怀疑 你完全地被说服自己 是有病的 或穷的 或寂寞的 或心灵愚昧的 或不快乐的 那么 其结果一样 也轻松不费力地跟着来了 以这里说的方式而言 自然的催眠在一个情形和另外一个情形里运作的一样好 那么你该怎么办呢 首先你必须了悟自己及催眠师 在此处就与你生命中其他正面的领域一样 必须采取主动 不论信念的表面理由为何 你必须说 在某一段时间里 我愿暂时把我在这个区域的信念搁置 而有心地接受我要的信念 我愿假装我是在催眠之下 而我自己既是催眠者 也是对象 在那段时间里 愿望和信念将是一体的 不会有冲突 因为我是有心的这样用 在这段时间 我愿完全改变旧的信念 虽然我安静地坐着 在我心里我愿假装 我要的信念已完全是我的了 在你做以上的练习时 不要想到将来 而只要想到现在就好 如果你过重 当你在做这个练习时 就把你认为的理想体重嵌入 如果你相信自己不健康 那么就想象你是健康的 如果你是寂寞的 就反过来相信 你被友情的温馨所充满 要了悟你正在使用原创力 去想象这种情况 此处不要与你正常的情况相比 用观想或字句 不论哪一个 对你最自然的就可以 再次强调 不需要超过十分钟 如果你老实地去做 那么在一个月之内 你将发现新的情况 会在你的经验中实现 你的神经结构将自动反应 无意识也将被唤起 发挥它伟大的力量 而给你带来新的结果 不要试着做得过了头 例如整天在担心 这个信念有没有用 这样只会造成 你把你有的与你要的相比 当这个练习做完以后 就把它忘了 然后你将发现 你有符合这些新进 被嵌入信念的冲动 然后那就看你要不要 对之反应或忽略它 原动力必须来自于你 而你必须尝试这些练习 才会知道有没有用 现在如果你健康不佳 而有个医生 那么你最好继续去看他 因为你仍依赖着 那个信念系统 但用这些练习作为补充 来建立你自己 内在健康的感觉 并且保护你 不再受医生的 任何负面暗示影响 既然你有医生 就要利用你对医生的信念 谢谢观看